好了,回來了 李家超昨晚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為什麼會這樣呢? 問回見傳媒 他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了一個報告 建議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根據《香港國安法》作出解釋 現在就講一下記者問了什麼 以及李家超回答了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問什麼呢? 為什麼律政司要在終極上訴 向終審法院上訴的時候才提出一些新觀點? 終審法院其實有提到 律政司的新觀點是理據不足的 記者就問會不會覺得 律政司在處理這些案件有不足的地方呢? 有另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特首提及現在的條文 難以確保海外律師能夠執行保密規定 他就問這個規定會不會 記者問會不會套用在海外法官 這個又是記者開始爭論的問題 記者就問會如何確保外籍法官能夠 處理國家機密呢? 特首是怎麼回答的呢? 特首當時就說 律政司在陳述有關上訴的時候 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 也將所有律政司認為 法庭應該考慮的事 就充分提出 他說的時候就沒有說到什麼事 之後在新聞公佈那裏才補上去 不過不要緊 這些好小事 法庭對於律政司提出上訴 已經作出了決定 李家超就說是尊重的 但是他就說 作為行政長官和國安委 即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 如果有問題是需要釐清的 他就認為他有責任作出這個考慮 他就說另外在安全重中之重的責任裏面 他就覺得這件事的影響就很深遠 所以就一定要作出這個釐清的 那要釐清的究竟是什麼呢? 待會我們都會詳細地說 其實他是有說到他想釐清什麼的 那有關保密的規定 李家超是怎麼回答的? 他就說他剛才的發言說得很清楚 沒有一個方法可以排除這一方面的風險 那我告訴大家 這個保密方面的風險 其實是有方法的 將整件事拿上內地審 那內地就可以保密了 那他就說 其實我現在的現實就是 你說現在 國安法裡面有沒有 機制可以令到 這個保密風險 變零的呢? 是有的 就是整件事拿去內地審 就行了 當然這件事 當然是太極端了 所以現在就要想辦法 在沒有那麼極端的情況下 就怎樣可以保密 那他就會提交給中央的報告 提交給中央的報告裡面建議 請人大釋法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考慮 那他另外有說到法官方面 法官是有經過制度和程序 是作出委任和指定的 就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法官的任命是有一個 推薦和被任命的制度 那法官的任命 亦都要經過分架審查的 那香港國安法裡面 有指定法官的制度 確保國安法能夠順利運作 所以兩者就不能夠混為一談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出來混為一談呢? 其實就是 這件事就由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 就被某些建制派的人說了是外籍律師和大律師 其實這件事就不是跟外籍律師有關的 待會我們再說一說 那當然有記者也問問題 就是他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問一下李家超的身體如何 他已經正常了 李家超又說 那記者的問題是如何呢? 就說律政司終極上訴 敗訴 而未能獲得許可 這一刻特首出來 要提請中央釋法 是不是令公眾感覺輸打贏要呢? 因為不能夠擺平法庭 要向中央求助 其實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不過一會兒李家超會回答他 另外釋法之後 會不會擴展到其他涉及機密的案件 都不能夠用外籍法官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為什麼記者會這樣問? 其實他們不是問的沒有理由的 因為本身那個理據 就是跟海外有關的理據 就是現在他的理據 就是保密那方面 其實有些事情 你根本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完全排除 所以那些記者 當然會這樣問 如果你說那些萬六元 他不會想的才會這樣問 其實我又想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又不完全是在今次這個情況 特首是怎麼回答的呢? 另外 第一個問題先回答 特首 他就說釋法的問題 特首作為行政長官 和國安委主席有憲制責任 去確保國家安全受到充分保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他收到中央的涵件之後 就舉行了一次國安委會議 而在國安委會議上面 亦都作出決定 在法庭裁決之後 即是律政司的上訴被否決之後 他們是審試過理據的 那他們就認為 應該作出釋法的建議 好了 那第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去什麼呢? 就是這個 很多人大常委 例如譚耀宗這個記者問 就提過在立法會議上 大家討論了很久 國安法應該不能夠由外籍人士參與其中 但是當初立法沒有列明禁止外籍法官 那是不是反而這才是立法原意呢? 想留白這個空間呢? 那這個釋法會不會違反了當初的立法原意呢? 那這個是記者問的 那其實 那其實 那這件事呢 它攔弄的地方就是這裏 因為呢 有些邏輯 即是如果你說保密 因為它是有外國籍 那些是不會保密的 那有問題 這樣 是否說得通呢? 其實很多人都看得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外籍法官 但是為什麼有外籍 就是這個 這個 律師或者大律師的時候有問題 就是這樣 其實也不是真的完全包含了 那個 律師是外籍的問題 這個應該我們也會說 那 李家超怎樣回答呢? 就說他整個制度的建立 包括香港法院獨立行使的審判權 終審權 最高解釋權 包括 基本法和國安法 在中國的憲法和香港國安法裏面 清晰講明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如此嚴肅和重要的國家安全問題上 剛才李家超解釋了他的考慮和關注 他的考慮和關注 待會我們再詳細說 他就說這件事影響深遠 影響將來的案件 按照這個法律程序 按照整個憲制秩序 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有關法律 釐清這個法律問題 是符合香港的利益 亦都符合香港國安法則 亦都符合憲制秩序 李家超作出這個決定 審慎而嚴肅 亦都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 而作出的 好了 好了 現在李家超終於解釋了 這件事其實要釐清什麼 他們針對的是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 他們基本上在香港是沒有執業權的 所以這次的事是針對這一類人士 不是針對國籍 他現在要說清楚 他不是針對國籍 所以外籍 這個說法就是 誰啊 譚耀宗說外籍 全部都是說錯的 或者是荒島的報道說錯 因為荒島之前我們有節目說過 他就說梁美芬也是針對外籍的問題 現在李家超就釐清了 就說這次釋法不是針對國籍 現在在香港執業的律師和大律師 都可以有不同的國籍 現在要看清楚一件事 就是有些理據 我告訴大家 這個問題複雜的地方就是這裡 如果你把它切割去看 現在只是針對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 他們香港是沒有執業權的 如果你只是在這個板塊看 究竟給不給他們去幫這個 這件案子法院看就是幫肥佬禮 或者是幫一個被告去辯護 李家超就說 目前來說 按照現行的法律 他們能夠參與不同的案件 尤其是法官 李家超之前也說過 有委任制度 也都經過評審制度 法官就由即時 也有書《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這些原則性規則 所以李家超希望大家明白 今次釋法是針對一種人士 即是這一種就是 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人士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的 現在他們提出的保密 就是針對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人 那為什麼在香港有執業權的人 就沒有問題呢 這個 有些論據 其實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所以也是這件事複雜的情況 不是說非黑即白 有些人說 當然是中國國安法 當然不准有外籍的人士 其實有很多人是這樣罵我們 之前是留言罵我們 但是現在 連特首都解釋清楚 就是 現在他們針對的是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 所以海外這兩個字才是對的 之前說外國或者外籍 李家超也沒有用外國或者外籍的 大家要記住 現在針對的是海外 所以有些事情 我們最初一的時候 一開始已經說了 建制派出來的時候 你們可不可以精準一些 你們說的話 可不可以嚴謹一些 因為他們的結果就是 坦白說 梁耀忠他說 立法原議那裡 國安法應該不能夠 由外籍人士參與其中 那麼問題就在這裏 究竟你討論的時候 你說海外還是外籍呢? 你不要說這些沒有問題的 這些是好小事 你不要在那裡催毛求疵 捉字殺 Raymond Wong 這個問題是 這個是牽涉到法律問題 法律問題呢 你的字眼是要精準的 你不能隨口說的 是不是? 何利玉就說 如果針對國籍 就很容易被外國說是種族事 但這不是單是種族歧視的問題 現在其實那個寶物 他拿出來 待會我們也要講一下 其實李家超他在Facebook 那裡有一堆說話 待會我們也會仔細分析一下 他的理據是什麼 就是 有些事情 我都認為到現在 都是說不通的 如果你說 真的只是針對 這個 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律師 這個就很簡單 其實你要釐清 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律師 能不能夠參與 這個 國安法有關的案件呢? 如果你 只是釐清這個問題 是非常簡單 但是 你那個理據裡面 就不應該用什麼寶物來講 我都要說 就是 有些事情 就是 理據其實就是針對外籍的 其實就是 我也要說 其實現在 為什麼整件事 令人覺得這麼混淆 因為現在 可能律政司 和建制派 有些人出來的理據 其實 很明顯是針對外籍 但是現在 李家超又說明 是針對 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 海外律師 或者大律師 那 好了 他有其他一個問題 就是 昨天李家超有回答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記者問 就是 那個 這個 律政司 那個 情況 就是律政司做了些什麼 我認為律政司盡力了 李家超也是這樣說 所以我呢 就不講這一道的問題 那 現在 就是很坦白說 有些問題 就是會不會 就是 走漏眼 就是 港區國安法的時候 那 我也要說一件事給大家聽 就是有些事情 我覺得呢 就是 立法的時候 會不會說 有些事情沒有考慮 可能是有考慮 但是 究竟為什麼不寫下 那 就是 這件事就 不是我們能夠解答的 也不是李家超他能夠解答 因為 李家超 他本身 就不是在人大裡面 所以 這件事 就是 難搞的地方 當然 李家超他有回答其他問題 但是 我說到這裡就算了 因為其他問題 我認為實際上 是沒有那麼重要的 李家超他釐清了一個 我認為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建制派說外國外籍 其實全部都不是 原來只是針對 在香港沒有完整執業權的 律師和大律師 那件事呢 其實就很簡單 但是那些理據 那你為什麼不讓 在香港沒有執業權的人 去代表一個被告呢 那這個其實 你的理據要清晰一點 即是現在大堆頭 這樣 隨便拿一些理據出來說 其實 結果呢 就是 有些理據 其實就是打回自己的 其實就是 所以現在 難搞的地方 就是這裡了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就 休息一會 我回來 講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我告訴你 你 沒有 你 你 你 by bwd6 by bwd6 by bwd6